台股上冲下洗没关系 别忘记在这波沙盘中 好好检视过去一年 自己的投资行为是什么 看新闻说航海王要启航 就赶紧买进 当航海王的梦 还是听朋友说 生技股又有新研发 赶紧打开手机 点下买进呢 这样子算投资还是投机 周二老牛分享的选股清单 你下载了吗 今天老牛就用这张新单来教学 殖利率大于6% 近5年100%填息 近3年都有赚钱 5月营收年增率大于0% 成交量大于100张 在大盘波动巨大的情况下 谁适合存股呢 影片后面也会教学 大家目前便宜价和合理价的价位 一起进入影片主题吧 来到7月初 老牛又来提示 小伙伴别忘记咯 6月营收已经开始公布 打开APP 你也可以知道 最新公布营收清单咯 老牛回头看看这几年的操作 还是四个字 抱 紧 除 理 才是王道 以本益比 以股价位阶 高值利率 挑到好公司就要一直抱着 再以好价格买进 才抱得紧 你才能够在上下震荡 能处变不惊 不败 在情绪 理智配置投资组合 顺势加减码 这次影片老牛会从选出来的股票来看 带大家了解这些清单 拥有高值利率 同时低本益比的好公司 包括星象 从月店 巨阳 幽群 林医 泰博 等 这些公司很多都是 业业透举例过的公司教学 忘记的可以回顾一下哦 老牛这次也挑了几档新朋友 带大家一起看 这次清单 老牛利用几个简单筛选条件 把股票值中好好清除掉 不用看的公司 条件有 值利率大于6% 近5年100%填息 近3年都有赚钱 也就是EPS大于0 5月营收年增率大于0 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的意思 成交量大于100张 至少市场流动性还有 以上条件 从1700档筛选完 剩下不到200档 大家也可以每天这样试试看哦 没有工具的话就会有点麻烦 有订阅老牛报警股策略 打开电脑版或APP就可以看到了 不过还是要看影片教学 听听老牛怎么使用 这次老牛从中选出6档股票 这些数字每天都会改变 随着股价变动 数值自然会不同 举个例子 预估现金值利率公式是 近4G合计EPS 乘上最新股息发放率 再除以股价 来推算出来 现在预估值利率 有没有发现 公式里面有股价 代表只要有开盘 股价就会变动 每天算出来的资料就会更新 公司在景气好的时候 会正向成长很正常 但是你们看景气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好公司都会被错杀 这时候股票价值就会浮现出来 筛选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好公司出现高值利率 就可以好好研究一番 因为这个时机只会在错杀时出现 所以老牛才做高值利率清单 时机刚刚好 帮助需要的投资人 星象评分目前94分 本益比11.04倍 本益比位阶属于低估 预估值利率有6.54% 属于高值利率 风险β系数0.71 从预定平分目前96分 本益比8.88倍 本益比位阶属于低估 预估值利率有8.05% 属于高值利率 风险β系数0.41 巨洋评分目前88分 本益比11.56倍 本益比位阶属于低估 预估值利率有6.69% 属于高值利率 风险β系数0.9 优群评分目前也是88分 本益比8.79倍 本益比位阶属于低估 预估值利率有8.27% 属于高值利率 风险β系数1.26 01评分目前87分 本益比10.13倍 本益比位阶属于低估 预估值利率有9.49% 属于高值利率 风险β系数0.57 泰博目前评分86分 本益比8.58倍 本益比位阶属于低估 预估值利率有7.69% 属于高值利率 风险β技数0.5 通常在评断股价的时候 最常被用来衡量回本的速度指标 就是本益比 一般来说本益比越低 代表公司目前赚取盈余的速度越快 可以越快萎收投入的资本 偷偷公告老牛跟优分析之后会做新的估价功能 让你们可以追踪自己手上的股票 搭配计算可以看看股票回本的年数哦 小伙伴们可以期待一下下 想做个存股高手 就透过每年零股利降低成本 如果可以把每年股利的收入在原封不动拿去买股票 这些零成本的股票 隔年就会发放股利 再把这些股利继续买股票 重复进行股利再投入的动作 股神巴菲特说过 人生就像一个雪球 重要的是找到湿的雪和一个非常长的山坡 当然选股还是要观察股价目前状况 还有经营绩效 也要会评估目前便宜价合理价的区间范围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年第一季EPS 毛利率、营益率以及ROE表现 还有目前该注意的重点提醒 星象首季EPS18.74元 毛利率96.3% 营益率49.27% ROE13.88% 目前财报截至第一季 已经达到去年度的27.88% 表示完成1 4分以上 游戏股王星象 号称是暑假概念股 并且今年配发10元股票鼓利 也就是现在买一张股票 除息时还会送一张股票给你 从月电 首季EPS2.17元 毛利率20.43% 营益率8.56% ROE3.62% 目前财报截至第一季 已经达到去年度的27% 也是已经完成1 4分以上 巨洋首季EPS3.69元 毛利率26.06% 营益率13.97% ROE6.83% 目前财报截至第一季 已经达到去年度32.95% 今年第一季就已经达到去年一整年3分之一了 表示接下来3季都能够稍微期待一下 优群手机EPS1.8元 毛利率40.17% 营益率22.41% ROE4.1% 目前财报截至第一季 已经达到去年度25.32% 也是已经完成去年度1 4分的水准 优群属于平概股 智慧型手机销量成长与否 也是优群的股价催化剂 01首季EPS0.97元 毛利率11.69% 营益率5.89% ROE3.96% 目前财报截至第一季 已经达到去年度的22.88% 01这间公司就有点进度落后了 有待加长赶快加速超车吧 泰博首季EPS6.69元 毛利率54.22% 营益率39.17% ROE8.88% 目前财报截至第一季 已经达到去年度31.33% 表示今年第一季的获利 有比去年成长哦 请注意泰博是因为快筛需求 而获利成长 目前快筛产量已经饱和甚至过剩 投资千万也要注意营收的风向 其实从以达进度就可以了解公司目前状况 当然毛利率也是很重要 大家可以去跟去年同期来比一比 有没有成长还是衰退 综合以上指标来看 其实都是不错的公司 那就可以来看看是一间便宜的公司吗 也就是如何判定股票的便宜价 合理价 老牛利用股力价值线 分别来示范给大家看 这是利用近5年的现金股力 来推估的数值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用 新项的便宜价是444.8元 合理价是555.6元 目前的股价在764元 属于高估的哦 从月店便宜价75.52元 合理价94.4元 目前的股价 74.5元 属于低估的位阶 巨洋便宜价113.92元 合理价142.4元 目前股价142元 在合理价附近属于市中位阶 优群便宜价67.36元 合理价84.2元 目前股价67.7元 虽然在便宜价区间附近 不过高于便宜价 所以属于市中位阶 01便宜价36.48元 合理价45.6元 目前股价37.95元 股价位阶也是属于市中 泰博 便宜价146.4元 合理价183元 目前股价195元 股价位阶属于偏高 有的股票虽然在偏高 一定要搭配本益笔合流图 来检视股价 下集再来跟大家继续介绍 不然听到这么多数字 都要睡着了 最后附上个股回测报酬率 让你们看看这些股票 可以了解到更多 当你买了星象 5年报酬率就有500% 有没有很惊人 甚至优群也有270% 你可以改用3年来看 星象依然是第1名 有176% 而01报酬率变成第2名 这些功能都在 苦海老牛 报警股策略 电脑版 用手机打开 浏览器 就可以随时使用了 最后 其实有不少好公司 财报都有成长 不过 别想着能在 大盘逆势中突围 因为股价下跌 所以才会有 高值利率的股票 想想去年 高股价的时候 老牛股票池 不会跑出 这些股票啊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的值利率 都只有2% 到3% 而已 大盘涨的时候 真的很难找到 便宜又高值利率的公司 反倒是现在 都是被错杀 值得 好好研究 一波的 股票池 老牛要来去 好好花时间 研究一波 废话不多说 只要有订阅 电脑版 跟APP 都可以使用 一定要打开 电脑版看看 因为功能也多多 像是上周新功能 个股报酬率 投资组合 回测 产业分析 同业比较 库长股 等等 都只有 电脑版 才看得到 没有电脑 也没有关系 打开你的手机浏览器 登录 一样 就可以使用 精选文章 包括 投资观念 及个股分析 让你们边学 边使用 还没有安装的朋友 连结 就在下方喔 今天使用的相关数据资料 我会整理 放在留言的地方 让大家下载喔 记得 免费安装 骨骸老牛APP 赶紧来 体验一波吧 今天 老牛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记得到 骨骸老牛 APP中 领取7则 终身优惠 骨骸老牛APP 让你了解 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 财务 无绩效 看完影片 请你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啰 如果错过新影片 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 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 告诉老牛 骨骸老牛 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